第一個啦 反正就兩個按鈕 寫入跟讀取 寫跟讀啦 跟上面這三個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就另外 那把這些資料寫過去 再把這些資料讀回來 OK 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 你們可以練習的部分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電腦名稱喔 那你可能要查一下你的電腦名稱 用共用的時候那邊就有了 或者你可以 這邊其實也還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用IP位置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 會懂得查你的IP位置啦 反正這個 很多種方法可以做共用 把它共用出來 那另外的話請各位 再來就是開啟那個 單元03的這個範例檔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平民感受向下 總共1000多筆 這個資料就多一點啦 我是希望把這些資料 全部都幫我把它放到 這個資料庫裡面去 Ctrl向上 OK然後呢 編號的部分可能你要重新編啦 不過我想我們也不要做太複雜 要不然你就快速點兩下 要不然按Ctrl鍵 不行 Ctrl鍵按住喔 它好像沒有辦法快速拉 不然的話我們剛才就這樣了 這邊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用哪個函數呢 可以變成它的這個什麼呢 編號 第二列剛好1 第二列剛好 第三列剛好2 意思類推的話 對那你可以用那個 在檢視與參照裡面的那個ROR函數 ROR的話呢 就是它在哪一列 現在的話按確定它會是2嘛 所以我直接把它什麼 減掉1 打個勾 向下填滿 也就有了 那如果說我要4碼的話 可以再利用哪一個 Tex Tex 對 所以這個如果夠熟的話很快 逗點後面加一個 雙引號2個 1到中間 4個0 然後後面加一個後刮弧 這樣就可以打勾 這樣子 它變文字了 向下填滿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總共有1 A欄到F欄 總共有6個欄位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反正就拿剛剛的範本來改就好了 動作都一樣嘛 所以第一步 如果你標準化流程 1 請你在這個地方 單元03的外面這邊再增加一個 也許再增加一個資料庫叫問題02好了 ok 點ACCTB 第一步 鍵完之後它就可以關閉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請你把剛剛的這個 這兩個按鈕把它換到問題02那邊去 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大概就是把剛剛的程式 直接就貼過來 寫入這個沒什麼變 只是說底下那個刪除跟 就是讀取的話 我原來是直接就刪 刪除之後 再讀 就是直接就是刪除 馬上讀取 可是感覺好像看不到那個效果 所以我乾脆把它分開來好了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不知道到底 就是這樣刪除 然後再讀取 感覺好像會 比較有那個過程 ok 就把它分開來 ok 但是這邊畫會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你寫入資料的時候 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只有建資料庫 但是並沒有建一個table 叫問題02 所以如果你跑到這一行的話 假設你直接跑的話 會出現一個問題 應該這個execute的時候有沒有 它應該會出現錯誤 這個錯誤的話呢 它會insert in2的時候跟你講說 要insert in2的時候 它找不到那個什麼呢 找不到問題02的資料表 如果你是直接貼的話 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 它這個地方 要drop的時候drop不掉 所以它會怎麼樣 go to到這裡來了 那就直接往下跑 但是問題它沒有跑create table 也就是說它裡面就不會有那個table存在 蛤?糟糕 因為它其實是 這個有可能發生問題 就是會有l的問題 這個也有可能會發生l的問題 那豈不是說 這邊要兩個l的判斷嗎? 所以要交個一個方法 後來我想了一個 應該是可以兩全其美的辦法 如果你只有一個 比如說你的錯誤假設 只會是因為create table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標籤 但是如果你兩個都會出錯的話 特別注意 你先把它停止 交個另外一招 這個標籤就不要了 把上面的onl 就不要go to go tol的話 就是一種錯誤 就是你只會出現一個錯誤 如果有兩個 可能會刪除也會出錯 然後create table也會出錯的話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 把onl後面加另外一個敘述 這個標籤叫resume 加一個nets 意思就是說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不要告訴我錯了 你就一直往下跑吧 就是喔 像我們剛剛不是會錯誤就卡住了對不對 如果你以後希望 假設你這個程式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也都不要做任何的警告 反正程式繼續往下跑吧 OK 加這個就很厲害了 也就是以後程式有錯的話 也不會跳錯誤就對了 也會繼續跑 所以像我們以前寫完程式的話 交案子給客戶的時候 開頭一定要加一行這個onl 就是說如果發生錯誤 也不能一直跳錯誤讓客戶端看到 反正就是當沒看到 沒有錯誤啦 你想說如果程式有錯呢 對就會一直出錯 就有點像 假設你生病的時候 有的人就喜歡用止痛 打最強的止痛 反正以後會痛也都沒感覺了 那當然問題就很大了 因為 但是這個地方剛好用這個 其實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有可能發生錯誤啦 那理論上Drop Table的話 後面應該 像那個 我剛剛講 SQL Line或MySQL 它有支援一個語法 叫做Drop Table有沒有 後面呢 它其實是可以加一個 If什麼 If it is Exit 有沒有 這個敘述 然後呢 在Create Table 這個地方 它有支援那個什麼 If什麼 If not It is 這個敘述 OK 但是我試過啦 如果我把這個敘述 丟給那個 SS 跑的話 我記得好像 這個我先試看好了 因為之前我試是不OK的 因為 它不支援這個敘述跟這個敘述 所以 那就沒有辦法說 判斷資料庫是否存在 那如果你要判斷是否 資料表是否存在 如果說你要判斷資料表是否存在的話 那很麻煩 所以 倒不如加一行就算了 我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 看不OK 它不OK 它不支援這個語法 所以當然如果以後 你是用Seql Line或買Seql 這個就有支援 那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所以這個沒有支援的話 那我們只好用什麼 用剛剛這一招 這一招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加這一個 這個 OK 試一下 剛剛會出錯對不對 弄的那個 如果發現錯誤就繼續往下跑 你會發現剛剛卡這一行對不對 現在會不會卡呢 不會卡 有沒有 繼續往下跑 就當成沒這回事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這個邏輯是OK的 因為沒有影響 OK 那這個沒有問題 也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 那因為有1000多筆 所以我就直接讓它全部跑完 新增成功了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基本上 我只有改了幾個地方 就這一個 On L ResumeNet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然後 把資料寫到資料庫 這個改一個名稱 那資料庫怎麼建 我就不demo了 然後這個名稱 我全部都換成問題02 所以剛剛的班級 全部改問題02 那底下的話呢 本來有五個欄位 多一個欄位 那我把裡面 除了這個編號跟品名 因為編號我們也是用文字啦 跟地區 其他的話 單價、數量、小計都用Int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怎麼樣 Insert into的話 到問題02 然後也是六個欄位 Values 特別注意喔 最容易出錯的應該是在這裡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 F欄對不對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它的開頭一定是豆點 它的結尾一定也是單以後 所以喔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喔 要小心一下 我可以拿這個來copy 豆點一直call到單引號 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來 貼上就可以 豆點 豆引號 有啦 然後單引號有 後面有單引號 這樣應該沒錯喔 加一個F就可以了 OK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如果這地方了解的話 那以後多一欄少一欄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加上去 然後再XQ OK 那資料就寫過去了 再來的話 我把刪除跟讀取分開來 所以喔 刪除 這跟剛剛一樣喔 所以我就直接demo 刪除就資料 然後再把資料讀過來 沒有問題 有沒有 OK喔 所以刪除 這個再寫過去 這個 再寫過去 新增成 1000多筆其實還蠻快的 大概不到一秒鐘 刪除 讀過來 沒問題 當然喔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 你們想要是不同的電腦之間 互相交換資料的話 也可以 比如說我的資料寫過去那邊 你的資料寫過來我這邊 看看有沒有辦法正確的寫入 跟正確的讀取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以後跨不同的電腦讀取資料 就不是問題了 OK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那一樣我會把剛剛我做的這個程式碼 一樣也會貼一份到雲端上面 所以喔 如果假設吧 你怕說哪個地方 少加了什麼 或多加了什麼 其實你再自己比對一下看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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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